中租董事长郭忠利在昨天宣布请辞 中租控股也召开董事会 通过由总经理陈凤龙升任董事长 同时占监总经理 那郭忠利强调了他并没有要退休 而是改以中租企业总裁的身份 更平衡分配时间在中租还有中市控股 这两大事业体 郭忠利请辞中租控股 董事长职务偷先改为中租企业团总裁 郭忠利也宣布 未来中租企业团将分为中租控股 和中时控股两大事业 目标未来五年 中租控股旗下上海重力国际 在大陆A股上市 中时控股也希望能够在台上市 13号台股大盘重挫 中租下跌了4.9元 以81.1元作收 跌幅超过了5% 拉回两个月前的地点 不过中租强调是在收盘之后 才公布仍是异动消息 郭忠利仍将担任中租董事 两者之间没有关联 对于突然请辞中租控股董事长 郭忠利表示 这次接班计划是好消息 也将是中租企业相当重要的里程碑 郭忠利指出 中租控股的经营团队 已经非常成熟 可以放心交棒 过去花比较多时间在中租控股上 而未来至少要花一半的重心 放在中时控股 希望五年之内 中时控股旗下子公司 可以挂牌上市 希望说可以挣到五百人 来符合我们对中长期的发展 泰国东南亚未来是我们的总部 那我们在这个青睐 青睐也设了一个新的点 除了之前大举真才 瞄准东南亚市场 中租控股也计划年底前 切入俄罗斯租赁市场 成立莫斯科办事处 主要是考量当地市场潜力无限 很像七八年前刚起飞的大陆租赁市场 同时每年GDP成长5%到7% 也被中古控股 视为下阶段海外布局的重点 独身财经新闻综合报道